洗脸 按摩 去死皮 美容妙方竟然适得其反 美白 曲斑 做面膜 化妆品里竟也暗藏隐患 爱美之心人人有 但别让美容成毁容 爱护自己的脸蛋 你的办法 对了吗 本期健康大财富 请皮肤专家纠正各种美容误区 教您正确护肤 财富人生健康之上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秦天 今天现场是请到了三位嘉宾 首先为大家介绍 是我左手边的徐扬教授 徐扬好 欢迎您 徐扬 北京军区总医院 全军皮肤损伤修复研究所 副主任医师 博士 对于皮肤修复性治疗 有深入研究 那在我右手边呢 是一位女白领 崔承医 还有另外一位呢 是我们的时尚达人孙川 怎么没来呢 不好意思 我在化妆间 做了个面膜 录节目吗 你这还迟到 做面膜 男士这还做面膜吗 当然了 现在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 都挺在意自己形象的 我们也会做一些自己的保养 做一些面膜 对护肤 护肤品 都是挺有讲究的 这看不出来 男士还喜欢 导食这些东西 你们女士平时 也是这么爱美吗 当然啊 也会做面膜 连男士都爱美 为什么女士不爱美 但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你看平时 这脸上啊 护肤啊 美白啊 做面膜啊 保湿啊 等等 有没有可能在生活当中 这种爱美 把脸上啊 护得特别的满 造成事与愿为的 这种状况出现 是有的 我们临床上也见到 很多就诊的患者 平时因为找不到 适合自己的护肤方法 而导致的这种 事与愿为 就是说达不到他 理想的这种美容的效果 这种还是比较常见的 还是比较常见 是这样 这就有点吓人了 生活当中 我们也经常说 爱美之心 人家也有之 爱美 这是人的这个追求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要找到合适的 如果不合适你的 出现了问题的话 那就不是一点小问题了 有可能是大问题 我们来看片子 请看 在网上搜索 美容造成毁容的新闻 竟然有几万条 一个又一个爱美人质 因为美容不当 导致各种皮肤病 有的皮肤肿胀 溃烂 有的长斑 洗水泡 还有的出现全身反应 这些人 悔不当初 痛苦不已 千方百计追求美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美容为何竟然 变成了毁容 大家看到了 美容不当 就有可能造成毁容 害怕了吧 害怕 挺吓人的 都不知道这些 都不知道 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 知道 问问徐阳老师 徐阳教授 这是个别现象 还是普遍现象 其实这不是一个 个别的现象 那么我们 有一些统计 就是说 我在我们的大众人群中 就是不是专门到医院 来看病的患者 就是我们普通人群中 那么在英国 2010年 一年之中 有23%的女性 和接近14%的男性 都会遇到这种化妆品的 不良反应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那么在中国 我们在十几个大众城市 进行的皮肤的 一诊的活动中 也会发现 这一周 大概就有1500例 这种化妆品 不良反应的 这种救援率 一个星期 是这样 就1000多 对 就在我们的 一诊活动中 会发现 这么大的一个量 那么到医院 就诊的量 也是很大的 我们临床上 会遇到某一些人 他说 我昨天刚换了 一个新的护肤品 那么今天用了以后 就是满脸的起痘痘 还很痒 那么现在会 越起越多 甚至身上都起来了 那么这个 就是非常常见的 而且还有的一些人 比如说他 新买了一个面膜 做完了以后 就在这个 做面膜的这个区域内 就会起一些红疹 看上去就敷了一张 红色的面膜一样 永远都带着是吧 是这样的 这有点太可怕 你还笑呢 你不觉得可怕吗 你想想看 前面就说 抹了一个护肤品 然后全身都有这种状况 对 还痒呢 还要挠我 对不对 这受得了吗 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心 但我觉得 是不是这个消费者 他用了不正规 或者是三五产品 不是因为 像我们也会用一些 进口的高档的化妆品 我觉得可能 如果是进口的 这方面的护肤品 可能还是比较安全一些的 生活当中 我们看有一些广告 是说只买对的 但是真正很多人 他只买贵的 买贵的 买进口的就一定好吗 不一定 也不见得 请看 今年三一五前期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 2015年首批进口 不合格化妆品黑名单 510批产品上榜 涉及多种消费者熟悉产品 有的含有激素或振癌物质 有的重金属含量超标 有的均落总数超标 还有的总有效物含量超标 这引起许多消费者的重视 进口化妆品 原来也有这么多隐患 完全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平时我们还用挺多 进口的化妆品的 不见得这种进口的化妆品 就没有问题 那我们在临床中 也会遇到大量的人群 用这种进口的化妆品 而引起一系列的皮肤问题 因为我知道电视机前 有更多的是白领 他们平时生活当中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爱护自己的容颜 爱美之心嘛 我们首先来说清洁好了 脸不是越洗越干净吗 像我平时也会用 像洗脸神器 或者是隔三差五的 也会用一些像磨砂膏 或者去角质的一些产品 然后因为平时 偶尔也会擦一些防晒霜 或者是粉底液以后 觉得皮肤挺黏的 或者是觉得角质挺厚的 然后就会用一些这样的产品 我觉得是需要用这样的产品 把皮肤弄得清爽一点 清洁一点会感觉好一些 其实清洁还是很必要的 它是我们护肤的第一步 也是很关键的一步 但是清洁过度了就不好 这就涉及到我们皮肤上 有一个概念叫皮肤屏障功能 我们看一下 这是皮肤的一个模式图 那么它基本上可以分为三部分 其中表皮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蓝色的之上的部分 是表皮 那么粉色的这个部分 是皮肤的真皮 那么下面黄色的是 我们的皮下组织 我们说皮肤的屏障功能 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呢 主要就是我们表皮最上层 也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这一块 对 这里是皮肤的角质层 也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用了一些 这个磨砂的这个产品 这个角质层就完全是会破坏 是这样的 它会受到破坏 因为我们的角质层里面 它含有一些天然的保湿因子 那么除此而外 皮脂和汗液 那么在皮肤表皮层的最外面 它会构成一层膜 也就是说水脂膜 那么这个膜包括我们的角质层 那么共同组成了 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 如果您过度清洁的话 那么肯定我们最外层的 这层水脂膜 包括我们角质层最外面的 一些坏死脱落的细胞 甚至我们正常的角质层的细胞 都会受到破坏 那么没有这种屏障功能以后 那么我们外界的一些有害物质 就会自然会侵入到 我们皮肤里面来 而引起这种皮肤敏感 甚至更严重的一些皮肤问题 我是想问那个脏东西 会通过那个皮肤屏障 进入到皮肤里面吗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脏东西是附着 在这个皮肤的最外侧 也就是我们的水脂膜的外侧 那正因为有这种屏障功能的话 它是不会渗透进来的 我明白您这意思了 也就是说 如果一般的清洁自己的皮肤的话 只要是没有破坏外面保护层 脏东西是进不去的 是这样 但如果说你破坏了 直接脏东西就进去了 那对于你皮肤的这个破坏 可能会就更加的严重 因为我觉得天涯会洗得很干净 我们一般洗脸的次数 早晚两次正常人就可以了 特别是鼻子这个地方的 就可能比较多黑头 或者是毛红比较粗的地方 黑头还有鼻翼两次 长期应用的话 可能会有这种 治癌的这种风险 我是每天都洗好多次脸 因为我觉得天涯会洗得很干净 洗好多次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 我觉得 你用磨砂的那个洗脸神仙 我知道它是错的 我现在以后再也不会用 不会用 但是每天洗好多次脸 洗多少次 几乎是出门就要洗脸 出门就要洗脸 你这还好 我有个朋友他洗手 一天到晚洗手 后来医生说 他这不叫爱干净 叫强迫症 是这样 但他这还好 但是就喜欢洗脸 因为我比较爱出油 所以就总洗脸 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油性皮肤 但是你过度清洁的话 反而会促进这种 皮脂线的分泌 我不用那个洗脸神器 不用磨砂 这也过度清洁 我们一般洗脸的次数 早晚两次 正常人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 你的皮肤比较油的话 那么中午再加一次 那么基本上限定 在三次就够了 就足够了 那么次数过多的话 我们的这个皮脂线 会加速分泌 反而会越来越油 是吗 所以这个我们清洁 还是要适度 行 但是孙川 我替孙川问有问题 孙川经常使用 这个洗脸神器 磨砂也用过吗 用 我差不多三四天用一次吧 你看看 因为我觉得 特别是鼻子这个地方的 就可能比较多黑头 或者是毛孔比较粗的地方 黑头还有鼻翼两侧 对 可能跟老师讲的 就是比较像 可能是越弄越油脂 就会分泌越多了 但我觉得它现在很好 但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是这样 我们这种过度清洁 如果是没有那么频繁 或者是在短期内 它皮肤是有一定的 修复的能力的 就是说我们清洁过度以后 它皮肤能够修复回来 像它这种频度的话 如果在长期以往 可能过不了一两年 皮肤就会出现这种敏感的状态 您的意思就是说 孙川快了 因为我平时的时候 就挺红的脸 要是私下的时候 脸就特别红 特别敏感 像我平时用的护肤品 可能就会比较 适合敏感性皮肤的一些东西 就可能不能有酒精 不能有一些香料的 如果用那些的话 就更加的红了 那你平时就要注意 联系多了 不好 那我做点面膜总可以吧 我做点像面膜 有美白的 补水的 保湿的 各种各样的 还有进口的 高档的 我都有用过很多 那你用面膜 一般是在什么时间用 面膜可能是晚上睡觉之前 晚上睡觉 或者那种贴的是晚上睡觉之前 还有一些可能是 夜间整个睡觉过程当中 都可以使用的 就用一夜 对 用一夜 用一宿 就是不洗掉的那种 好吧 我觉得这种方法 是非常不恰当的 我们都这样用 这又是错误啊 基本上一张面膜 在20到30分钟左右 那么它所有的保湿因子 就能够完全吸附到我们的皮肤里面来 那么你时间在场了以后 那么这种保湿的因子 又会回渗到我们这种面膜的基质上面去 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是用一许的话 会引发一些过敏反应 甚至是刺激反应 所以这种方法是非常不恰当的 行 这种方法是不恰当的 我有个朋友 他使用面膜是什么呢 喜欢使用这个美白面膜 其实这种美白的面膜的话 造成的问题也很多 美白面膜会造成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美白的产品 那么通常用的一些成分 就是VC 包括熊果干等等 那么它的作用没有那么快 那么许多商家为了追求 这种快速的美白的效果 会在里面非法地添加一些荧光剂 甚至一些重金属 像钳 拱 身等等这些成分 那么用上去以后 会有这种即刻的美白的效果 那么这种成分 滞入到我们皮肤以后 是很难代谢出去的 那么它对皮肤以后 吸收以后还有可能会入血 长期用流用的话 可能会有这种致癌的这种风险 致癌 是这样的 不是越白的面膜就越好是吗 不是 尤其是这种增白的面膜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去美容院 做一下美容 感觉效果也非常好 对啊 我还办了好多张卡 因为做完就像鸡蛋剥了壳一样 然后特别嫩 然后还发着光那种 我一般去约会之前 都会先去一趟美容院 是的 其实日常生活中 我们很多人都习惯去美容院 去做这种护理 那么美容院的这种产品 其中有一个弊端 就是说它追求这种素效美容的效果 那么它会像这种化妆品里面 添加一些激素的成分 我们说激素长期用在脸上的话 会造成一些皮肤的不良反应 形成这种激素依赖性皮炎 一般能吃的东西我都往脸上敷 累死了你知道吗 这几年坐下来 手指都变粗了 我觉得没必要 年纪大的人呢 护肤上还是要用一些 含有营养物质的原性的霜 其实我们说敏感皮肤 现在是越来越多 如果不使用护肤品的话 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来导致自己的这个脸部的皮肤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带了很多秘密武器 又经济又实惠 还能保持皮肤的滋润 行 我们就来看看你的 这个秘密武器 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对啊 你是想开饭的 我一般能吃的东西 我都往脸上敷 这个黄瓜呢 它切成片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很普遍 很多女生会这样做 还有柠檬 我会把那个汁挤下来 挤到了酸奶或者蜂蜜里面 然后勾兑一下 然后抹在脸上 这个 还有这个酸奶跟蜂蜜 对在一起也是很好的 按照自己的皮肤 还有比例 对一下 然后再勾兑一下 然后抹在脸上 是起到保湿的作用 就是你的皮肤 比较干的话 就蜂蜜多加一点 如果不干的话 就酸奶多加一点 是 我跟你真的不一样 你是根据这个皮肤 来进行判断 我是根据口感 我觉得这个香蕉口感不错 香蕉也是敷在脸上 对啊 你然后敷不完的时候 还可以吃掉它 行 确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 都是自制面膜 觉得这个纯天然 这没有问题 那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们听听专家的 其实这种做法也是很普遍的 我们很多人自己在家 DIY 自己制一些面膜 他认为这种是天然的东西 又不含防腐剂 那么又有一些营养物质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 它这些营养成分 当我们到摄入到体内以后 就是它通过这个 胃肠道的吸收入血 那么才能真正起到 对我们皮肤的这种营养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用在外面的话 就是放在皮肤外面使用 我们因为刚才提到了 皮肤屏障功能 因为这很多的蛋白质 是属于一个大分子的物质 那么它吐在外面 是很难透过这个皮肤屏障 吸收到进去的 是没用的 是这样 它的效果是 就像那些蛋白质 冲啊 碰 碰到成沙 是这样 根本就进不去 它进不去 但为什么有时候 比如说敷那个黄瓜片 就是黄瓜片 放在脸上可能十几分钟 但还是有效果呢 就觉得好像比 对 最起码自己感觉效果很好 对 感觉上是有效果的 它感觉会有一些 这种保湿的效果 但是因为它的成分单一 而且它不能吸收到皮肤里面去 那么我们肯定觉得 它的效果没有维持时间那么长 是呢 就是它锁水则功能不强 而且这种自制面膜 有一个最大的弊端 就是有可能会引起皮肤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蛋白质 其实蛋白质是最容易引起过敏反应的 另外还有一些微生物污染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蛋白里面 其实它是很多细菌的 细菌存在 有些人做完这个面膜以后 舍不得扔掉 他觉得很好的东西 还吃啊 明天再接着货 您看前面这两位 这一个女白领 一个是这个美容达人 把自己 所有的这些方法都立举出来了 您全都打了岔 您给我们一个这个正确的方法 我们平时洗脸 我们正确的洗脸方法 应该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洗脸的话 是非常简单的 选择自己适合的这种清洁的产品 洗面奶也好 解面皂也好 那么它再停留在脸上的话 我们时间不要太长 我问问啊 你平时生活当中洗脸应该怎么洗 就是把自己的洗面奶 然后挤到脸上 然后先在手里揉 然后揉搓 然后再搓脸 一般都这样嘛 对啊 我也是这样 就是卸妆的时候也是 先揉搓一下 出现的这种泡沫之后 然后在脸上 有一些人很讲究 说那个洗的时候 还要有那个螺旋状 是吗 那方向是怎么样的 好像就是脸上是这样 往前三下 然后往后三下 然后额头这里 可能还有左右的 下巴这里要往上面来 累死了你知道吗 坚持几年坐下来 手指都变粗了 我觉得没必要 如果你非要做这种按摩的话 还倒不如用一点按摩膏 就按着你所习惯的 这种手法来做 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洗面奶 千万不要让它停留在脸上 时间过长 它是有什么物质 什么成分让 因为多数的洗面奶 还是一些化学的成分 那么长时间停留在脸上 肯定对脸是一种刺激 你所说的过长 长时间 这个时间段是多长 我们基本上两三分钟就足够了 两三分钟就足够了 那倒不了 我一般也就是二十秒 这算是长的了 但是您刚刚所说的有一个重点 是说每个人要选择自己适合的洗面奶 还有护肤用品 是这样 这就存在一个挑选的问题 你平时怎么挑选 因为我长痘 我就选择那种去痘的 我一般可能会买贵一点进口的 我们基本上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 根据自己的性别 甚至是不同的季节 以及不同的肤质 可以选择不同剂型的化妆品 那么按季节来分 我们一般秋冬季节皮肤会比较干燥 那我们会用一些油性比较高的护肤品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儿童 那么它肯定是皮肤的屏障功能比较差 相对要敏感 那么它油脂分泌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对于儿童来讲 我们还是用一些温和的 基本上是中性的 这些的护肤品比较合适 对于这位女士来讲 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混合性的皮肤 那么选择护肤品的时候 就不要选择太油 那么清洁类的产品 可以用一些天然的植物的控油的产品 如果是油脂分泌的比较多的话 中间我们中午再加一次清洁作用 那么基本上就比较合适 那像这位男士的话 男士 对 他喜欢挑选那个 贵的 贵的 有机的 可以的吗 其实这种做法是可以的 但总体来讲 年轻的男士 因为他体内激素水平比较高 那么他毕竟皮脂腺分泌会旺盛一些 油脂也会多一些 所以我们相对的要选择一些乳液的 就是油脂的成分不要太多 乳液比较适合 年纪大的人呢 洗脸的话有什么讲究吗 其实我们年龄大的人 他皮肤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的水分含量比较少 干了 油脂 对 油脂分泌也少 那么他相对要干一些 那么我们洗脸上没有差别 就是护肤上还是要用一些含有营养物质的油性的霜 这样更好一些 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纯粹的就使用干油 这是可以的吗 干油护肤的话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相对要简单一些 就是说营养物质要少一点 是吗 那营养物质多一点好了 我们使用橄榄油行不行 橄榄油它可以通过皮肤吸收 但是它还是同样成分太单一了 还是太单一 还是要用一些正规的这样的一些护肤产品才行 但是油性要大一点 是的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老年人 那么皮肤较敏感的人 在这方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其实我们说敏感皮肤现在是越来越多 它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皮肤 那么敏感性皮肤 它是介于正常人和患者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 就是我们所说的皮肤的一个亚健康状态 那么这种人也要引起重视 就是还是尽量用一些医学的护肤品 把他的皮肤的屏障功能建立起来 那么过渡到正常皮肤以后 还是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原则来选择护肤品 那接下来您给我们大家总结一下 真正在生活当中 尤其是我们白领啊 时尚达人 要想做到这个美容美白正确的做法 一二三 有总结吗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好 那么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 首先要选择优质的护肤品 优质的 第二就是要合理使用的护肤品 不要过度 合理使用 对 第三就是如果你想美上加美的话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美容方法 那么必要的时候 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向医生进行咨询 好 各位三个方法一定要记住 首先选择正规的产品 第二要有合理的这个使用的方法 第三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如果想达到更加的效果 去到正规的美容医院 听取正规的这个 哪有这个资质的这样的一个 医生的专业建议 好了 以上内容就是本期的 我们健康大财富的所有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